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亚太联播节目 我是袁一 加拿大多伦多地区的藏人举行烛光悼念和祈福法会 追悼在藏区自焚的藏人僧侣和尼姑 并要求国际社会进行独立调查 加拿大人权组织要求加拿大政府关注西藏局势 请看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西红从加拿大发来的报道 约500多名藏人和支持者星期五晚聚集在多伦多市政府广场 为今年以来由9名藏人僧侣和尼姑先后自焚举行追悼烛光祈福会 这是全球藏人的系列相关活动的一部分 人们手持蜡烛围成半圆 中间是9个人的图形 上面摆放了9支蜡烛 出席集会的国际特赦代表 加拿大中国人权网络主席迈克克里格 呼吁加拿大社会各界关注西藏的人权迫害现状 他说我们今天的目的是 要求加拿大和国际社会其他国家 为西藏人权站起来说话 尽快结束在西藏地区造成这些年轻人丧失生命的人权迫害和信仰迫害 迈克克里格并介绍说 他就西藏的人权迫害局势 致信加拿大外交部 加拿大外交部回信表示 注意到了西藏的紧张局势 曾向中国当局提出关注 并会采取进一步的措施 他敦促中国做一个能够让人们尊重的国家 他说世界在看着中国 也在挑战其对藏人的残酷统治 国际特赦组织也在紧密关注西藏的局势 广州市一些医院拒绝为艾滋病毒感染者 做切除罕见肿瘤的手术 但在香港 医院对艾滋病患者伸出援手 并表示会对任何病人一视同仁 包括艾滋病患者 引起舆论关注 中国广州出版的南方日报 星期一报道 一位化名小钟的26岁年轻人 最近被查出患有一种罕见的多中心性血管肿瘤 卡伯西肉瘤 这种病多由艾滋病病毒感染或器官移植引起 病情进展快 治疗困难 死亡率高 小钟被多个医院赶出门诊室 因为他是艾滋病毒感染者 中国国务院早在2006年初颁布的艾滋病防治条例 第41条规定 医疗机构不得因就诊的病人是艾滋病病毒携带者或艾滋病病人 推诿或者拒绝对其其他疾病进行治疗 但综合医院往往以去定点医院为由 将他们拒之门外 看病难 手术难 是他们共同的困境 在美国纽约的民间组织亚洲促进会负责人 麦格戴维斯女士就此表示 有关这个问题已经有好几项非政府组织和政府的报告 在有些情况中 这是由于医护人员在这个问题上对有关知识的了解有限 他们对如何防止艾滋病和其病毒传染不太懂 此外 在中国 目前还没有禁止歧视艾滋病人和病毒携带者的法律 只有要求不歧视这些人的国家政策 香港明报日前报道说 中国内地医艾滋病活动人士的孩子是艾滋病病毒携带者 他在内地多次被医院拒绝接收 不得不到香港求医 港大医学院儿科教授表示 会一视同仁治疗 但在中国大陆 如何对待艾滋病人或艾滋病病毒携带者 成了社会困境 占领华尔街抗议大公司贪婪的运动获得广泛关注 一些中国媒体称该运动是美国的资本主义制度出现了问题 民主沙龙节目邀请嘉宾就此发表意见 把现在在美国纽约华盛顿发生的抗议示威活动 同中国六十年代的文化大革命相比 您认为是否是相同样的这个活动 何清明女士请 其实这一次战略华尔街运动呢 因为中国人主要的看的是中文报道 所以里面可能存在很多误解 因为中国的主流娱乐 认为这是美国的资本主义制度出了问题 把他和这个阿拉伯之村呢 扯到一起 言下之意就像本国人民展示 说你看大家都有问题 我们还算好的了啊 就这个意思啊 而且那个标题 他说美国人民占领华尔街 人民是一个全称概念多大呀 华尔街运动到现在为止 在全美国最多最多 撑破了天也最多就是万把人吧 美国有三亿多人 成年人有两亿多 而且美国是一个可以自由参加集会的人 你有什么不满 你可以去表达 结果呢 这么一个小比例 被他夸大了美国人民 所以呢 我觉得他是把这个美国的 华尔街运动的性质判断错了 以上就是今天的亚太联播节目 感谢大家收看 我是袁一 下次节目我们再见